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个这样的好人慈禧都不放过 痛下杀手 慈禧下狠心 其原因有三个 慈安是赦六宫的正宫娘娘 在名分上与慈禧有着严格的敌数尊卑之分 慈禧自打正面成功 权利欲不断膨胀 干预朝政 表面上对慈安很尊敬 实则对慈安地位高于自己 又同理朝政 早已身为不满 慈禧宠爱的太监安德海 被慈安太后诛杀一事 虽然是安德海招摇过世 敲诈勒索 有错在先 但慈禧却认为是慈安有意 与自己过不去 还有一件事 让慈禧都吓出一身冷汗 也坚定了他杀慈安的决心 慈安在与慈禧的一次聊天中 谈及咸丰帝给他留了一封遗诏 善良的慈安自认慈禧会与自己同心 便当着慈禧的面将遗诏放在火烛上烧掉了 没有想到全谋畸变 心狠手辣的慈禧暗中高兴 过了几天 慈安吃了慈禧送来的点心 就慈死去